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杨群颂赞牧人之歌 诗篇第二十三篇 这仍然是一首诗人大卫的诗 第一句话诗人说 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 我一定不会缺乏 诗人说得很肯定 很笃定 我必不会缺乏 为什么呢 诗人说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在这里诗人用的都是 他使我 他领我 他使我 用的都是他 好像诗人在跟其他的人 来介绍上帝自己 介绍上帝是大卫他自己的牧者 今天我们也要向人介绍 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是他的羊群 第二节说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可安歇的 安静的溪水旁边 幽静的溪水旁边 羊群有时候需要安静的一个环境 安静的溪水边 在安静里面 人会获得力量 在静默里面 人会获得力量 第三节说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在安静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上帝就使羊群的灵魂苏醒 心灵复苏 所以我们何等羡慕 上帝带领我们 有这样一个环境 一个安静的 一个可安歇的水边 让我们的心灵会苏醒 会复苏 会获得力量 那这个心灵的苏醒 获得力量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下面一句话 上帝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休息是为了要走 更远的路 所以上帝使我们 在安静的环境中 安静的环境中 获得力量 获得心灵的复苏 就是为了 要引导我们 走下面的路 既然我们从 安静安息 当中我们获得 心灵的苏醒 获得力量 上帝就使我们 行过死因的幽谷 很凶弦的幽谷 我们也不害怕 因为我们在 可安歇的水边 幽静的水边 我们已经获得了力量 今天很多人说 自己很忙很忙 却没有时间 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从上帝面前 获得力量 结果这样很忙 却没有时间 在上帝面前 安静的人 结果遇到死因幽谷 就害怕得不得了 他就找不到保障 找不到心灵的平安 但那些在神面前 安静 获得心灵苏醒 和力量的人 上帝使他们 经过死因的幽谷 虽然凶险 他们也不害怕 因为他们已经在神面前 获得了力量 另外 上帝也和他们同在 上帝的章 诗人说 你的章 你的竿 都安慰我 这里从他 变成你 表示 诗人 虽然是介绍 耶和华是他的目准 但他不是在 只是在介绍而已 而是他自己 和上帝 真的非常的亲密 今天有些人 跟别人介绍上帝 但是他自己和上帝 其实并没有亲密的关系 而诗人 是 心里面和外面是一样的 他跟别人介绍神 他自己和神 也是很亲密的 所以他转成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开始称呼神为你 上帝的杖 是上帝引导我们 上帝的杆 其实是一根棍子 是上帝保护我们 不管是上帝的带领 杖的带领 还是杆 棍子的保护 上帝都安慰我们 然后下面说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人生啊 不是说就没有对头 就没有敌人 但是可贵的是 上帝会在敌人 对头面前 为我们摆设宴席 让对头都看见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爱我们 上帝宠爱我们 上帝喜悦我们 这就叫仇敌 大大的羞愧 大大的害怕 上帝你用油 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的头被高油高过 我的杯子里面 福杯满意 甚至满意出来 非常的丰盛 丰富 最后诗人说 我一生一世 有上帝的恩惠慈爱 随着我 意思是说 上帝的恩惠慈爱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 诗人 他的眼光很积极 很光明 很正面 他没有看到 说麻烦一直随着我 他也没有说 苦难一直随着我 他反而强调 上帝的恩惠慈爱 一直随着我 是一生一世的 他的眼光是看 他要住在上帝的殿中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 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 跟上帝亲密 我们祷告上帝 我们就能够得着 这一个不一样的 超越环境的眼光 现在我们来祷告 天父 感谢你 成为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会缺乏 求你使我在安静中获得力量 即便经过死因凶险的幽谷 我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谢谢你 让我的眼睛 看见你的恩惠慈爱 一生一世 随着我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